外面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他是緩緩的把他的電動自行車 是牽在這個人行道上停靠在一旁 但過面多久 就有一名男子是騎著機車 跟在他的後頭 看到他這個車主離開之後 就跟上前 在他車旁邊動了一些手腳之後 就直接把車子給偷走 是只要這名車主 他看完醫生出來之後 發現他的車子怎麼不見了 是立刻報警 那警方也是立刻掉在救生器 發現這名男子是把車停靠在 在台北市的青年公園附近 也立刻埋伏歹人 讓我們來聽一下警方的最新說法 那警方掉在救生器 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擺到這名零性貫妾 以及把車子給找了回來 讓車主是相當的高興 但是警方詢問這個零性妾 他偷車要做什麼呢 他卻是矢口否認 並且跟警方嗆下說 他是有這個說謊的權利 那警方研判了 他似乎是要把這個車子拿去變賣囂張 那警方在進一步調查 在近期在大海北地區 有多起這個電動自行車的失竊案 也懷疑都跟這個零性貫切有關 那觀眾應該也很好奇 這個零性貫切 他到底是什麼偷車的 警方初不了解 他疑似是把這個安全所給破壞之後 再把裡面的電池再重新亂接 就可以把這個電給重新發動 把車給直接騎走 那也提醒民眾一定要格外小心 不要緊